本影片為大家下後宮小組票選 大家好我是小特 好久沒跟大家推薦漫畫了 小特一天到晚瘋狂吐槽各種少年們 倒是很多人都覺得我很厭世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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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小特的屌 是作品不夠好 今天就來講的個人超想推克那一部 18G暗黑系戰鬥漫 地獄樂 首先先講講劇情 話說故事發生在日本江戶時代 江戶幕府意外的發現海上出現了一座蓬萊仙島 從島上總會飄來各種奇怪的東西 於是幕府並派出一堆被判了死刑的囚犯 以及負責看守他們的御用處刑人家族 山田淺幼衛門的眾多處刑人們 共同到處未知的蓬萊仙島上探險 為幕府尋找存在中能讓不老不死的仙耀 獵人的完結之日有生之年怎麼辦 沒關係 地獄都已經搶先幫庫拉皮卡到暗黑大陸去探險囉 我們的男主話沒完 就是這些死刑犯的其中之一 身為臭名昭彰殺人無數的忍者偷偷到他 為了心愛的老婆想要親朋洗手 幾乎就是慘遭忍者村肅情 被幕府抓了起來 現在為了減刑再見老婆一面 立然決然的踏上了尋找長生不了藥之路 而和他搭檔的處刑人 也是隨時監視他 以免他逃跑或被判的 這是女主 山田淺幼衛門家前途無量的處刑人 左切 就這樣 一群死刑犯他壓制他們的處刑人 就死踏上了這座位置的暗黑大陸 又稱蓬萊仙島 這個地方比庫拉皮卡這輩子 可能都見不到那塊大陸還要詭異 才一登島就由各種長相佛像神像的怪物上來圍攻眾人 立刻造成一堆死傷 島上的任何東西幾乎都是致命的 連路邊看起來毫不淺的花花草草蝴蝶蝶 只要一碰到就會讓人類全身變成一點都不浪漫的小花花慘死 更有甚者 在此人逐漸探索這座島的全貌之時 甚至還可以遇到一堆青天白日裸體狀煉防中術的躁動修仙男女 可以說從一登島 整座島上處處透露著詭異 與其說是仙島 倒不如說是人間煉獄 主角們所能做的就是在這座地獄島上習武 共同完成這場地獄樂 原本互相帶有強烈的敵意 只想要完成幕府交代任務的儲權和死球兩方 在面對種種危機性命的危險知識 也漸漸培養出了戰友之情 共同努力揭開隱藏這座可怕仙島背後的秘密 這部分類也絕對是18星的漫畫的劇情相對是挺殘酷的 各種嚇人的畫面挑戰人的心臟 處處充滿了出人意料的便當 讓整個探索仙島的過程危機重重 既恐怖又刺激 但卻不會為了血腥而血腥 漫畫中的恐怖畫面 比起最單純的那種給你噴血斷頭 它更是一種來自心靈的毛骨悚然 外面的利用了反差和恐怖骨效應 例如說想像中應該是如仙境一般的仙島 實際上仇惡不堪 遍地都是死亡危機 例如說島上各種殺人不眨眼的妖怪 全都是頂著一張張神佛一樣的面孔 大反派都是在島上修煉的仙人 有種寶石之國裏的月人 會帶給人的那種違背常識的恐懼 實在在恐怖黑暗的劇情基調之下 更難得的是囚犯和監視者之間 友情甚至是愛情的光輝 原本只是利益相交 為了唯一能夠活著出島的名兒而奮力廝殺 強多心優的雙方 在這一切都變得灰亂的小島上 才意識到人在世上的渺小 死是什麼幕府什麼身份 已經變成最不重要的東西 生存變成了唯一的奮鬥目標 他們從互相算計到最後互相託付後輩 甚至是由處刑人為了死求甘願犧牲生命 是真的挺感動的 而更讓人驚喜的還是這部漫畫中的人物 真狠話不多的男主還是那麼的難得 忍者才不是那五言六色的奇怪東西呢 哼! 在火影忍者、月影特工這些動漫的影響下 忍者已經變成一種非常猛話的東西 一直到看了地獄樂之後 才會讓人突然想起忍者可是做暗殺行業的 哪裡猛啊! 男主話沒完既不猛 更不是那種優柔寡斷的聖母 事實上他心狠手辣 從一開始就為了能活著離島 而對所有的敵人毫不留情 為了老婆連各種詭異的仙術也是毫不畏懼 可說是主角隊的頭號戰力保證 他的口頭禪就是 沒辦法那就殺吧! 非常霸氣 忍狠話不多什麼的Psycho 仍然這樣宛如鬼神的他 在心愛的老婆面前你可變成小民羊 牽個手都要臉紅個半天 等一下你們不是結婚了嗎? 有什麼沒做過沒碰過害到什麼啊! 閃死了! 更更難得的 大概是優柔寡斷但有自知之命的女主 這個女主第一眼我還以為是貴呢 原來是女主我還是男二 女主所切出登場乍看有點畏畏縮縮 猶一不定 她可以說是處刑人中 最早在死球想像感情的人之一 但跟那些我要變強 但是只會助けて 等於穿女主不同 她很有自知之命 她深知自己的聖母 在殘酷的心臟上是個大問題 因此在戰鬥中非常努力的克服 為了保護男主及其他隊友 鼓起勇氣改變 甚至有緣和自己的處刑人同伴對抗 站在戰鬥最前線 可以說是一直在成長 也成為了男主最信任的戰友 而因為剛剛說到 男主在上島之前就已經結婚了 因此男女主不用談戀愛了 就免去了角色戀愛腦的危機 讓人不得不相信 男人和女人之間是可以有存有儀的 而除了男女主 其他角色也都非常有特色 充滿道教色彩的反派 終於不再只是蒙面一個大叔的配角們 例如說死球中的一個女人 你以為女人是這樣的還是這樣的嗎 拜託女人真的不是只有萌好嗎 這就讓我驚訝的大概是 處刑人中的盲眼劍客 士遠 身為其他處刑人眼中師父等級的角色 這種固執的前輩 原本應該只是死亡服了一個便當會候補 至於為什麼呢 殊不知這位師父雖然眼力 但也有幽默風趣的一面 社會蝦子的他老愛開堆跟眼睛或蝦子有關的玩笑話 很鬧 面對生死關頭他的表現更讓人印象深刻 當遇到無法打敗的強大敵人 徒弟點作為讓師父逃離斷後 士遠精準判斷情勢逃跑 再也沒有那種我不走我不走的勾斜場面 然而這件事卻成為士遠最追悔末期的遺憾 後來未替徒弟報仇幾乎豁出性命 更為這個角色添了幾分悲劇色彩 也是因此這個原本天生體質就非常招便當的傢伙 竟然在後續幾次人氣投票直接吊打男女主 躍升為人氣排名第一名 還成功回到了大結局 就能夠知道又好像讓全類的師父有多強 本作還具有非常多我們耳熟能詳 但或許並不是那麼了解的宗教因素 例如說佛教道教的各種經典符號 作為一部戰鬥漫 主要的戰鬥力系統包含練丹、陰陽調和、五星之術 甚至是防中術 不要懷疑後期主角門的增強戰力真的練起了防中術 其中一位老兄對此非常耿直 同伴問,請問你最近在幹嘛 他答,啊沒什麼就是一直在滾熊當年而已 這對話簡直魔幻 但不要想歪喔 防中術不是一定要那個那個才能進行 只是單純的握手擁抱也是可以的 所以媽媽小時候跟你說抱抱親子就會懷孕是真的喔 既然是蓬萊仙道 自然這一切又是秦始皇和徐夫搞出來的鬼 還有一堆在仙道上戀帶的仙人 心象和名字都是來自各種花 像牡丹、菊花、珠景之類 還有道家的各種神明 甚至某某上帝這類的稱號 又忠而又酷 而且非常親切 除了一些為了裝business的中文實在是有點那個之外 一切都很有feel 個人覺得地獄樂有點像大人版的鬼滅之刃 熱血但不無腦 不廢話不濫情 愛情點到幾指剛剛好 沒有濃厚的酸臭味 反而觀眾還嫌不夠甜 角色的退場哀傷但不浮誇 非常動人 這裡就不太深的劇透了 設定吸引探討的主題深刻 例如說他探討到宗教的本質 為什麼在仙岛上看到會吃人殺人的佛像 會覺得這麼毛骨悚然 善惡的本質 死囚中有像是畫眉丸女人這樣的殺人無數的殺獸 雖然他們在戰場上也是最可靠的夥伴 另外還有像是這個女扮男裝的小朋友 叫他多羅羅好了 其實沒犯什麼罪 但卻因大人的算計而被牽扯進這一趟死亡任務 而對處行人一方也面臨了諸多考驗 位在職務和正義之間應該選擇哪一項而徬徨 性別的議題 才華洋溢的左傑缺因女而生 而在處行人家族受到特別對待 長得也有黑牆壮的女處行人會被笑大猩猩 長得俊美斯文的男處行人會被笑娘娘腔 他們都有各自面臨的男體 以及面對他人一樣眼光的掙扎 而島上的仙人們又是仙人啊 變男變女都可以 因此男男或是女女或是男女男女 都是家常便飯 非常挑戰你的眼球 這樣人忍不住對死好像有點誤導 而本作的美術也是很震撼的 最好看的除了主要角色 大概就是妖怪以及仙人們的造型 我們隨便放幾張 非常能有自己的風格 而最最最最最最難得的 是見好就收 盡快完結 戰鬥向的動漫真的拖不起 但幸好地獄就在我開始擔憂他的戰力膨脹之前 就華麗的完結 他完結的分文很精進大件 是個Happy Ending 可以說他是包裝在殘酷恐怖的外殼中的一個很溫馨的故事 讓人雖有遺憾 但卻仿佛被這怪誕而瘋狂的劇情給治癒了 非常奇妙 有興趣的也歡迎自己去體驗看看 其實有很多其他YouTuber有推薦過這部漫畫 就知道消偷不再在胡說吧 期待這部漫畫哪天有都花了機會囉 喜歡這支影片記得閃個讚 還沒訂閱的人我想想這次要用哪種詛咒 詛咒你喜歡的男人都已經娶老婆好啦 別難掛前輩們 也歡迎加入本頻道的會員 你就能夠像這支影片一樣決定消偷的影片主題唷 好誘人呢 目前我們的小主們有 非常感謝 那麼我們就下次再見 掰 江湖幕府意外的發現海上 你知道嗎 之前要完成幕府交代任務的處行人 忍者才不是那種五顏又色的東西 身為瞎子的他老愛開一堆 身為瞎子的他老愛開一堆跟眼 甚至是仿中術 不要 啊沒什麼就是一直在滾床單而已 啊沒什麼就是一直在滾床單而已 這 這都很 就算了 對 好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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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